各位投资人大家好,我是DMI的猫老师,欢迎大家收看,这就是DMI系列第三期,美元债二级板块的介绍。 美元债二级,是隶属于中资美元债板块下的第三个字板块,进入手艺后,点击美元债二级即可进入。 美元债二级板块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二级板块上方提供了细致的筛选工具, 您可以根据评级,行业,公司类型,涨幅,竞价,剩余期限,剩余规模,全部主体等条件。 筛选出您关注的一篮子目标债券,查阅二级市场债券相关详细数据,与各债的实时价格变动情况。 例如,如果您想搜索对付日在2022年8月26日到2023年9月30日的投资期,全部行业的债券,按照以下操作即可完成。 完成筛选之后,页面下方将为您呈现目标债券的行情数据,这样就得到您想要查阅的相关债券信息。 除了筛选框以外的部分就是整个主表list的信息,其中包括流通中债券英文简称, SN码和发行人,债项评级,剩余期限,余额,最新收益率,最新净价,应激利息,报买报卖价,流动性评分等信息。 这里的流动性评分,我们按1-5降距来展示每只债券的流动性情况。 其次,向右拉动进度条,我们可以看到每只债券不同时间段的价格变动情况,能帮助您轻松判断价格变动的趋势。 拉动进度条到最右边,会展示在按理按利差与下差,相似境内债券,境内债券代码,估值收益率,估值竞价等息息。 这里的相似境内债券我们的匹配逻辑是相同发行人,相似的期限结构。 如果还是没有符合的境内债券,我们会搜寻相同评级,相同企业性质的境内债券。 该板块所有债券英文简称,ASM码及发行人都可以点击进入相关的债券详细信息页面或发行人资料页面。 在这些页面我们可以进入债券的OQ页面,查看债券三个来源的价格,以及下方的相关内容。 我们后续也会为您带来债券深度资料页面的视频介绍,敬请期待。 那么本期美元债二级板块的介绍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可以给猫老师留言。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收看这就是DMI的系列视频。 我是猫老师,我们下期见。